第十一个问题 佛菩萨很庄严 能拍照佩戴吗 会不会不攻击 这个问题啊 其实在现代很好 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初学佛的 那么佛菩萨的像 一般我们都拍全身 拍照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有些寺院它不让人家拍 那么每个道场 每个道场规定 那你去你就听他们的吧 理论上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有人怕你拍照回去乱放 等等不恭敬 那么这些 其实是你应该要知道的 你要恭敬 你要恭敬 道场应该要宣导 对佛像要恭敬 而不是禁止人家拍照 拍回去 也许不是他看到 也许是别人看到 人家跟佛的善根就结缘了 跟佛有善根 应该说人家有善根 跟佛就结缘了 是这样子的 那会不会不恭敬 不恭敬在于你自己 在于你自己不恭敬 拍照这个动作 基本上不会不恭敬 那么这里就讲到 照相的问题 制造佛菩萨形象 就是塑佛菩萨形象 你要塑全身的 要如法的这个供养 你不要去只供一个头 或供一个半身的 没有头 这个不行 这个为什么会有 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以前古代是没有的 你看我们中国四大石窟 这个墨高窟啊 龙门窟啊 这个云岗石窟啊 这个麦基山的这个 这个天水的麦基山石窟 有人说是大足石窟 大足石窟 都都有 都这个说法都有的 那么这个这个石窟啊 里面的佛像 其实原来都是完整的 所以佛菩萨形象都是完整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不完整的 就是那个 清朝末年的时候 战争战乱 那么他看到这个佛像 他觉得是艺术品 因为这些人比较野蛮啊 没有文化 没有文化 他把这佛的头砍下来 带带回去 把这个菩萨的手砍下来 带回去当战利品 也是我们中国国境衰弱 所以也导致佛教衰弱 但是我们中国越来越强盛了 我相信佛教也会跟着强盛起来 也会高深背处 这是佛弟子的一个 这个希望 我们当然是希望自己国家强盛 这是这种状况 会是国家衰败的时候造成的 所以随着国力强盛 慢慢我们有能力 去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文物 不会让这个这些侵略者 这些蛮夷啊 来破坏 那么他们呢 说这个叫艺术啊 供一个头叫艺术 这是他们的狡辩之词 狡辩 因为他不敢说他侵略 实际上我们佛像整身的 都是整身的 没有供一个头或一只手的 没有绝对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你们不要啊 人云亦云啊 人家外国人啊 他是在为自己啊脱罪 为自己的暴行恶行脱罪啊 你看那个大英博物馆里面啊 有很多我们中国的这些佛像 都是他们抢来的啊 这是英国 英国是透过抢劫富裕的 讲这个话也不为过 也不怕得罪他们 他们历史上是透过抢劫富裕的 这个是事实 我们中国人没有 历朝历代从来都是自己自己这样子辛苦的耕耘 在自己的土地上 这样有有有好的一个这个公益啊 然后国家富强 我们不是去抢人家的 你看这外国他们你们现在看到所谓强盛的国家 那个都抢来的 抢来的 那个 所以 讲到这个啊 就顺便讲一讲说 为什么佛像会 会有 半个头的 半个手 半只手 这个就是当初他们 来 来抢的 那这个就是他们不恭敬佛像 不恭敬佛像 那么能不能佩戴佛像在身上 这个有人啊 他就引古德说这个佛像不能戴在身上 引了这个印光大师说的 引了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说的 那佛像放在里面啊 不恭敬 那你可以放外面啊 身上啊 带佛珠 这个其实我告诉你 为什么会说不恭敬 因为以前的人啊 一辈子 大多数人一辈子啊 因为这个没有现代化的这种卫生设备 他一辈子只洗三次澡 出生的时候洗一次 结婚的时候洗一次 然后这个临终的时候洗一次 洗三次 所以他身上都有很多这个垢腻 很脏 现在的人没有啊 他每天每天都洗得香香的 你们应该没有 你们应该天天都洗澡的啊 应该是 所以不会有所谓肮脏的问题 不会有所谓肮脏的问题 在人的身上 以前我们看这个戒律里面 不管是出家戒还是这个 就讲比丘戒 还有这个沙弥戒 他都会讲到这个虫 人身上会有这个虫子 这是很难想象的 在现在人身上要是有这个寄生虫啊 那那个是大问题了 这个人可能要去找医生了 那从前因为他卫生条件没这么好 在他身上有的有头丝啊 有的有寄生虫的 那么以前说要护身了 还把他们放生掉 这个是以前 那现在的话 因为身体 他本身你每天都在洗澡 所以不会有所谓的肮脏的问题 特别肮脏的问题 应该这样讲 那你要恭敬 你就把它放在外面 还有我告诉你 恭敬不止 不要只有形式上恭敬 你佩戴的佛像的意义 你是要心里有佛 这个才是真正的恭敬 那么有一些人 他会说 那你佩戴佛像的梦境 厕所啊 我告诉你 现代人的厕所 跟古代的厕所 那是不一样 你回想你小时候 你们有些年纪大 小时候你们那个毛厕 那个毛厕 那个真的就是很臭灰 现在你到商场去 在城市里面 他这个厕所 说实话 人家盖的都比你家的佛堂庄严 打扫的都比你家佛堂 还要干净 我可以这样讲 都喷了这个芳香剂 甚至有人定时就打扫 当然也有特别脏的 也有特别脏 所以基本上 它已经不像以前的这个毛厕 所以你的观念要改变了 那你如果还是恭敬 你可以把它拿下来 放在你的背包里面 放在你的背包里面 那也就没 也就没这个问题了 所以不要因为这种地方 你去把佛给忘掉 念珠不要带 有的人怕自己身上脏 他不敢带念珠 所以因为念珠是法器 法器是拿来学佛用的 恭敬他是没有错 可是你也要让他发挥他的作用 佛像也是 你出家人生人出去 他都有佛像 都有经书 那你说 你要说对佛像不恭敬 你看放在以前那个行李箱里面 走路这样晃呀晃呀晃的 佛都头晕了是不是 那你要真的要吹毛求疵的话 那你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不带佛像 所以要讲求实质 要讲到实质 形式上 思想上我们要恭敬 但是实质上的意义 我们也要让他发挥出来 所以有些人他赢古得的 那古代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 现代人他没有没有这些这种问题 我刚才讲的 你到一些比较好的商场 他的厕所真的是装潢的 比你家的佛堂都还高档 这是事实 你到有些像饭店里面去 那厕所都都比你家的佛堂高档多了 搞不好呢 你真的去去去这检验 还比你们家干净 所以这是有一点 就是让你们有不同的思维 去去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一般人会觉得说 我进了厕所 厕所就是不干净的地方 是没有错的 道理上是没有错的 不管是这个现代还是古代 厕所都算是比较不干净的地方 但是呢你要知道 我们佩戴佛像 重点不是为了不公 重点不是不公进佛像 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能够学佛 这个才是重点 其他的话 我相信释迦牟尼佛 不会去 去 这个 在这个点上 不会去责怪你 因为你的用心 佛知道 那如果你是以恶心 恶心的把佛像 摆在厕所 那就不行了 会把佛像乱丢的 恶心破坏 那就是真不公进 你恭敬心 不要恭敬到 动辄得救 不要恭敬到 这佛也不敢学了 佛也不敢念了 那你要说 这个佩戴在身体上 身体会脏 那你嘴巴更不能念佛 为什么嘴巴要口臭 念这个佛 念这个咒语 不恭敬 因为人的嘴巴 即使刷干净 还是有口臭 是不是 人 人从来 嘴巴是香的 有时候讲的话 是世间话 世间语 不清净 那你要真的 学戒律 学到这样子 那你这个戒的白学 白学 所以 要懂得它的意义 懂得戒律的意义 这个很重要 好 好